朝鲜半岛现在局势可以说是越来越紧张了 也因此能让现在南韩的韩元对上美元是持续走弱 再加上日本仍然持续的在进行这货币宽松政策 因此四天的亲密廉价之后 明天台币开盘会面临贬值压力吗 央行目前有什么样的最新动作 马上联系记者江兆宇 是的主播 朝鲜半岛局势紧张 再加上日本实施了超级量化宽松政策 让明天即将开盘的新台币汇率 面对了沉重的贬值压力 而央行也加紧的在清明廉价来上班盯盘 究竟新台币汇率会如何演变走势呢 来听听稍早的访问 那我们新台币会面对比较沉重的贬值压力 在亚洲货币计免单 OK 好不好 OK 好 这个报告市场有市场来决定 刚刚央行总裁彭华南英首度 针对了这个新台币的汇率表达了意见 他认为还是要尊重市场机制 那么明天开盘新台币汇率会如何演变 市场人士分析有可能会面临 要跌破30元的大关 那么就等明天开盘才能够做出最后的分枪 把镜头交完给棚内主播 好姐 其实是紧张 现在人士担心这台币会扁破30块 而鸿花南则是说要由市场来决定了 这是知道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由您过了